朋友们好 国情假期快乐 今天呢 忍不住啊 还是讲讲股市 在做节目的思考过程当中呢 我自己也要好好检讨一番 升华一下 昨天看港股和美股啊 把我看笑了 长得很不错 我笑的是自己啊 我笑自己啊 太保守了 典型的老股民思维 我来举个例子啊 说说这种老股民的思维 相信在股市里边悲欢多年的朋友们一定会有同感 9月28号嘛 我做了股市上涨的节目 关于这场人造牛市的中国资产重定价的意义 当时上证的收盘是3087点嘛 节目收尾的时候 我的操作建议啊 那就是典型的老股民思维 我说 这几天啊 安耐不住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这不是个好事 股市涨得慢点 你说我要进 那还可以理解 涨得如此之猛 你进去干什么呢 去接飞刀吧 如果说股市就此起涨 那么你看清楚了 等它回调 哪怕它涨到3500 再回调到3400 你进都不晚 当时还有人问我啊 说为什么要涨到3500 再回调到3400 才能够进呢 这不奇怪啊 没有经历过的人 恐怕都很难理解吧 但是如果说你经历过 相信啊 你会跟我的想法是有共鸣的 2700点 都已经雄到家了 就这么悲观的市场情绪 如果想要得到彻底的扭转呢 那最少它要涨到3500点 如果说真的涨到了3500点 那就说明啊 市场已经逆转了 趋势啊 已经逆转了 有一句治理名言嘛 叫做跟着趋势走 趋势一旦说形成了 它是不讲道理的 轻易不会再回头了 所以呢 我就来了这么一句 哪怕它涨到了3500点 意思就是啊 那牛市真的来了 你就进吧 那为什么要回调到3400点呢 这也就是一种假设性的说法啊 意思呢 就是要等回调呗 至于说能回调多少 那鬼才知道呢 趋势向上的时候啊 其实能回调个100点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就不能指望从3500我再回到3100 真要有三四百点的回调啊 那就不叫牛市了 那叫一哆嗦好吧 立马就崩了 所以呢 我最后是这样说啊 如果说就这么一波 那你的风险呢 就太高了 当时上证收盘指数也就3087点嘛 我在3087点的时候做这样的判断 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说有人呢 不能理解 那么他绝对没有经历过14年15年时候的行情啊 就不用去干啊 任何一个从14年大席15年大悲那种体验中走过来的人 应该都和我一样有这样的固有思维 结果呢 等到30号一开盘 彻底傻脸了 开盘之后不久有一波下沙嘛 当时呢 我确实很悲观的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这波行情结束 我再熬上三年的打算 然后还没等回味过来呢 就又开始反攻了 全天下来上证涨了八个多点 一举站上了三三五八 哎呦 把我的世界观都给颠覆了 说实在话吧 30号那一天呢 我也是真没少挣钱 我那一天挣的钱呢 比我2021年那个小牛是一年挣的都多 因为21年的时候 我这自媒体正在上升期嘛 那股市呢没有太多的投入 但那也是我玩股票 30多年以来挣的最多的一天了 但是呢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也不是矫情啊 真的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踏空了 我只有三成的仓位嘛 我可不是没有钱呢 就算说我的钱 在货币基金里当时我调不出来 我最起码也能动用信用账户 不开融资吧 就是在犹豫之中啊 丧失了大好的机会 其实30号开盘之后的下杀呀 就是一个绝好的加仓机会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啊 就只能怪自己啊 太保守 我说说自己的经历呢 也是给大家宽宽心啊 就很多朋友也在懊悔自己 哎呀 错失机会 也在怕我是不是赶不上下一次机会 其实我们都一样啊 连我这个老股民呢 都快把脸给删中了 我的资历呢 用不着谦虚 1993年的5月份 我17岁的时候 为了买河南省第一只股票 玉白哥 开户入市 中间呢 虽然也有很多年远离股市 但是论经验 论资历 论感悟 中国现有的股民呢 能超过我的 恐怕不会有十分之一吧 连我这样的老股民都踏空了 可见呢 经验主义是害死人的 有人可能会说吧 你这是不是在鼓动大家 投入股市呢 你要小心自己的言论 也许未来会害了很多人呢 错了啊 我今天的节目 还真就是让你提前注意风险的 这一次的股市啊 和以往都不同 所有人的经验 都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如果说你要投入股市啊 你真的要面对一个 全新的和陌生的市场 你我都一样 无论你是三十年的股民 还是三个月的股民 你都不要听别人的啦 没有用啊 自我决断 风险呢 自在 我肯定是不看空啊 这个时候看空 简直是脑子有病 但是你要想好 以往牛市的经验呢 不管用了 你得学会随时的转换思路 特别是你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 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上期节目里 我还有一句话 牛市是走出来的 它不是属于定义出来的 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号 说某时某刻啊 就进入牛市了 以往的牛市啊 都是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才会被大多数的人领悟到 哦 牛市来了 它都是在绝望中 出现萌芽 然后呢 在质疑中慢慢长大 形成趋势 再然后 多数人还在犹豫的时候 它就开始猛攻了 再然后 在所有人的疯狂之中啊 瞬间结束 大家评论一下吧 这一段对牛市的总结 对是不对 我认为啊 这是对牛市最好的论述了 以往三十多年 你说哪一次牛市 它不是这样的呢 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 它是在绝望之中 突然就出现了 直接跳过了人们的质疑和犹豫 一步到位 进入了疯狂 以往牛市出现的 排队开户的这些场面啊 新韭菜争先恐后的路市 那都是在行情 已经启动了几个月 甚至一年之后的事了 这回可好 四天 只有四天 直接一步到位 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再说一遍 我不看空 假期结束 开盘 我就会找机会 加仓 但同时呢 我也知道 这一次我将会面对一个 前所未有的风险 有可能啊 我会退不出来 我说的是我啊 但是朋友们应该知道 我指的可是每一个人 很有可能 你会退不出来 而且呢 任何人的经验都不管用 别听什么老股民的 不过呢 作为一个老股民 我还是想做个预测啊 大家也帮我批评和补充一下 我也希望吧 我这个预测 能让我封神 这点小小的虚荣心呢 每一个人都有 我这两天呢 慢慢的产生了一个预感 这波行情啊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惨烈的辉调 然后才会步入 缓慢上涨的长牛 我再说的详细一点吧 这一波会涨到多少呢 没有人会知道的 谁要说给你预测 六千点 八千点 那都是骗子 知道吧 这一波上涨啊 没人知道会涨到多少 包括操盘的国家队 他都不知道 只能说是走着看着呗 涨到哪算哪 然后 下沙会极为惨烈 15年6月很可能会重现 让大多数人都认为 牛市已经在惨烈中结束了 但是这个下沙呢 虽然说幅度啊 惨烈 时间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就是大多数人还在舔伤的悲痛之中 行情说不定啊 就缓弯的复苏了 随之我们会迎来A股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长牛 也许三五年 甚至十年八年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预感呢 我来说说我的理由吧 这一波政策性的人造牛市 目的是什么 大家其实呢 也都心知肚明了 第一呢 就是我们说过的嘛 希望资产性收入的暴涨 能够提振人们的消费热情啊 消费先刺激上去 企业啊 第三产业 他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资金流动起来了 信心恢复起来了 从下往上呢 刺激经济增长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第三原因 也有很多 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说了啊 美国降息了吗 国际资本要寻找价值挖地 不能让他们低位来抄抵中国资产啊 所以我们要突然的 把资产的价值给拉上去 那这也对啊 但其实呢 还有一些不可明说的原因呢 比如说补充一些资产池的需要 比如社保资金池 地方财政的资金池之类的 就现在我们回头看吧 还是有很多迹象可以寻找的 我连续两期节目都引证了 中金 证金 社保 保险 就这些大资金的池仓啊 在行情启动之前 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峰值 他们都已经 早就已经潜伏好了 等的就是这一次大涨啊 我们看这两天吧 近三百份的减持公告 已经出来了 大股东啊 不发公告是不允许减持的 公告发出15天到半年 这个时间里边他都可以减持啊 大股东也是在等着一个合适的价格去减持 并不是说国庆节一开盘啊 他就减持了 他想减也减不了 还没满15天呢 就这些减持公告吧 有个人的大股东啊 但是也有一些 很多吧 是有地方背景 还有国资背景的大股东 他们迫不及待的减持 说明缺钱呢 都已经缺风了 他急等着股市里的这笔钱过冬呢 就现在很多地方公务员的工资 都发不出来了 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啊 而游资们呢 也不傻呀 他们不去接这个盘呢 我们看这几天吧 像银之劫这类的啊 业绩也谈不上好吧 但是开盘就一字盘 其实国家看着这种情况啊 他也急管吧 现在也不好管啊 就害怕打压市场情绪嘛 不管吧 国家是真的不想看到 类似银之劫这样的表现啊 国家想的呢 是让你给他接盘 所以吧 早早晚晚 国家要狠狠的收拾游资一下 这下手啊 绝不会轻啊 这应该会是一个重要的出发原因吧 同时呢 各级部门经过这一波股市套现 暂时还口气之后呢 他们也需要再次补充筹码了 难道这些国字头和地方头的资金 他们会愿意高位买回来吗 你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与此同时啊 还有很多反应迟钝的地方资金 他们手里根本就没有多少筹码 这一波呢 是眼看着别人吃肉了 他们也想进啊 股市也需要给这些迟钝的地方资金 一个机会 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你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 未来的地方财政啊 股市肯定是要负担一部分的 这是大道羊毛 是共识啊 他不会以散户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 也就这两个原因吧 一个是收拾异端 一个呢 是为了低位吸筹 所以啊 我认为吧 这一波 不知道要涨到多少点位的上涨之后呢 会有一个大幅度惨烈的回调 说不定啊 就像是2020年3月份美股的下跌 大家可以看看当时美股的表现啊 不过回调之后 应该会迅速的稳住 再次上涨 不会像美国回的那么快啊 那不是中国特色 等到再次涨起来 浮躁的筹码呢 都被杀空了 人们的心态呢 也平和了呗 股市呢 也不会像现在长得这么猛了 它就有条件慢慢的走牛了 这一次涨的 确实是太猛了 国家是想要看到这种效果 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效果会如此的超预期啊 所以呢 我才会有这种担心和预测 有人可能想说吧 哎呀 你想多了 国家要是再把股市打下来 那人们就彻底没信心了 再想拉起来就不可能了 我想说的是吧 你不了解人性啊 你这一次他不就拉起来了吗 即使说他再不要脸 下一次他还能拉起来 你不买啊 国家队会买 地方政府会买 没钱了 央行印钱 只不过呢 是这一次啊 他没有经验 他拉猛了 下一次不会这么猛了 仅此而已 等到再拉到一定的高度啊 仍然会有人不长记性 前仆后继的买 新韭菜永远都会有 老韭菜 他也会变成新韭菜 这才是人性的真谛啊 最后总结吧 这一次上涨 跟历史没有可比性 我们都把它看作全新的开始吧 啊 我呢 不看空啊 我会勇敢的扑进去 但同时 我知道风险 我不知道也不能保证自己 这一次能不能全身而退啊 我只是相信 我自己的风险意识 比大多数的人都要强一点而已 要不然 我这一次也不至于说大仓位踏空啊 至于说每一个 每一位这一期节目的观者朋友啊 我的意见呢 对您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您也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 机会和风险这是成正比的 您只需要评估好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就好了呗 有能力了 拖一把 人生能有几回搏呢 能力不够的话 那就抵制诱惑呗 平平淡淡的日子也是挺好的 我做节目啊 咱也不会做那种 马后炮式的神棍类型的 涨了我说涨 跌了我说跌 我年前吧 甚至两年前 三年前 与股票相关的节目 那都在网上挂着呢 都是可以前后印证的嘛 我记得两年多以前做节目 我还在手机上打开账户 我戳到镜头前面拍 结果被警告了 那是不允许的 你再亮上账号呢 就要处理你了 哎 吓得我呀 再也不敢拍了 真诚吧 咱主打一个真实 我不玩虚的 我只想告诉每一个好奇的朋友 你能从我的身上啊 找到一点有益的经验教训 少走一点弯路 那也算是我积攒福报了吧 我可没劝你入室啊 这次呢 虽然是一个十年难遇的机会 但可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你先要评估好自己 万一失败了 你能不能承受得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